大家好,歡迎收看即使功量,我是Vicky Huynman 這節就是Anno和我們一起聊天 Anno,你好 我是Vicky,你好 如果大家有任何問題想問Anno的話 可以打來204-6566 或者可以把問題電郵到ASK-BS-CHANNEL.COM 以及WhatsApp到9157-1428 又或者我們Facebook都在做直播 可以在Facebook下面留言 我們都會盡快解答你的問題 先和大家看看港股的最新走勢 恆生指數最新報在26534點,跌了78點 國企指數跌了51點,報在10381點 但市成交率有514億 剛才看到港股 今天其實都曾經反彈 但彈力都不是很舊 最多都是彈77點 但跌了百多點下 又再創一年多的低位 不過其實現在港股這麼弱 其實下面26200點 直到26300點 都是牛證的重貨區 其實殺下去的機會都挺大 會不會去到那個位置的時候 那個反彈力度才會大一點點 其實這輪市況做一些衍生工具上面 殺牛等等的動作在這裏 機會是不小的 甚至你看回資金流上面 都說不少的資金仍然持續流入 在牛證上面 但是依然不大 這個指標性我覺得 參考性不算是十分之大 反而其實現階段來說 就真的說很多各行各業 企業盈利能力 不斷地有些因素被下調 這個才是一個最大的風險在這裏 譬如今天的建材股 這兩天的建材股 都是說到政策因素 有一個大幅下調的資料在這裏 政策干擾到他們的盈利能力 而原因就是 其實現階段大家真的不要再把焦點 只是完全講在貿易戰身上 貿易戰固然是其中一個因素 令到內地的經濟增長方圍 但是內地的經濟問題 現階段都有一個很大的挑戰在這裏 譬如說現階段最同一普遍 其實市況今個星期就算是相對比較差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看上個月的CPI PPI在上面 的確面對見到就是下半年 有個通脹壓力在這裏 企業的盈利被下調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很多原材料 很多人工成本等等 成本上升速度是相對比較快 看一些大眾發表稅品 其實就見到 一直都說他們跟經濟有一個抗跌力在這裏 但是中企業即普遍都見到 成本壓力上漲 很多的成本對收入的佔比 都有一個擴闊的情況在這裏 所以說很多企業下半年的盈利能力 現階段看法是很淡 再加多一些利淡政策在這裏 企業的盈利能力再進一步步向下收掉 所以落到現階段27000以下的水平 10.10倍的市盈率 的確不算是貴 但是始終說盈利預測仍然是被收條 落到10倍PE 以下 都不是完全不可能的 所以這個市況大家都要小心點 特別見到A股幾次都彈不起上來 如果說上證綜合指數 短期來說都上升2700以上 其實繼續向下市低位 那個機會都是大的 對於今年全球股市來說 A股是跌了不少 但是調整勢頭結束了沒有 這個真是難說 因為實際上在內地的經濟增長的步伐上 今年是有機會補到6.5%的 但是下年 或者今年真的有個通脹壓力 內地的經濟前景是比較大挑戰 看法是比較負面一點 因為當一旦現階段看到 普遍分析都認為 下半年連豬肉價格都升上來的時候 CPI 有機會升到2.5% 樓上這些位置 甚至說會不會超出3%以上的水平 這個風險因素是值得留意的 當過了3%的勢頭在這裏 那問題就大了 會不會有機會牽涉著 所以說有些通脹壓力導致內地需要加息等等 那個風險會完全直接犯在股市上面 調整多一兩成 不是說完全無可能 所以暫時來講都建議大家審慎一點 因為說調整夠沒有 很老實是跌得多 但是你說會不會這些水平覺得是夠 很老實我自己從股值上面去看 這些位置又不是說真的十分吸引 其實人民幣都很影響市的走勢 那些企業的盈利都受到影響 我看到人民幣其實都跌了兩天 今天人民幣中間價也都在下調99點 其實看到人民幣最近的勢又好像弱了一點 會不會說又好像之前那樣跌得深一點呢 我看回人民幣的勢頭 其實近期的走勢是十分弱的 而講到那個弱勢 我又看不到短期來說會有一個太大的轉變 甚至說如果看到人民幣的 例如以離岸價為例 離岸價跌了6.9這些位置的話 我覺得甚至在未來來說 一個市況再進一步向下調整的一個很大的藉口 但是暫時在勢頭上 會不會看到內地 例如看回人民幣會跌出6.9這些位置呢 風險暫時來說不是說真的十分之大 因為第一方面 近期特別自從內地出手干預中間價之後 一個明確的信號就是 內地不希望今年人民幣跌出到7.9這些位置 所以大家都覺得暫時來說 人民幣應該不會有一個很大的再進一步跌幅 例如看回內地的中美的國債息差 暫時來說水平落到0.7左右 十年期國債為例 0.7左右 這個水平的確未必導致人民幣要跌穿7.9這些位置 所以兩個因素有機會令人民幣跌穿 第一方面 如果未來來說 真是市場見到 聯儲局的加息部份有機會加快 美國真的有個通脹壓力 那個通脹壓力非常之明顯的話 當美國的十年期國債的息率再進一步抽升 可能再次上升到3厘左右 如果要加息會影響整體經濟 要是保持利率水平 導致息差收窄 人民幣有機會跌下去 這兩個會是最大的風險因素 所以只要事大一樣發生的話 其實內地的股市或港股方面 都有調整壓力 這方面大家要小心 我看到港股今天論跌幅的話 豪島板塊也算是跌得多深 因為看到市場對於豪島股的看法 都變得淡了一點 今天全線都繼續跌 看到銀魚今天創新低 最低到47.6% 現在暫時跌4.7% 其實看到德銀最新的報告也提到 第三季度銀魚和澳博貴賓廳佔比 就會下跌 所以下調兩值股份的評級為股售 也將2019年賭收增長 有預期的1.1% 剛剛降到4% 其實這個下調幅度也看到是多大 就是豪島股是否正在來 是真的好像港股那麼弱呢 我覺得這份大安報告的確是有影響 特別看到目標價大幅向下收調 這個是影響的板法 但實際上這個板法不是這一刻轉弱 其實說的是銀魚 又是上不到60元這些位置 那段時間 整體已經有很多消息 已經說著豪島板塊會轉弱 原因是其實最大的轉捷點 其實是看公布完7月份的博彩數據之後 在8月初那段時間 公布7月份的整體博彩收入數據 其實整體而言 當時你會看到博彩收入數據 做得不算特別差 略為差的市場預期少少 8月份其實都叫做好過市場預期 但問題就是很多大行說 整體而言7、8月份的博彩收入數據做得好 原因只是說中場表現相對比較理想 中場表現 你看澳門博彩股公布出來的業績入住率上面 反映出來中場的整體表現 的確是去到這一刻不錯 因為實際上 去到目前這一刻 7、8月份甚至9月份 我相信都是 內地的經濟狀況 不是說差得那麼厲害 未至於說 那些人不去澳門賭錢 或者旅遊業直接影響到旅遊業上面 甚至說中場 對於經濟的抗跌力來說 會有一定的程度在 但是問題就是貴賓廳業務 一直說貴賓廳業務 跟經濟敏感度相對地比較高 之前說經濟增長放緩 甚至貿易戰會不會影響部分一些商家 本身可能出口去美國比較多 業務大幅倒退 有這個可能性 而這些商家不怕罪一部分 的確是澳門博彩收入 澳門博彩業裡面 一些貴賓廳的客戶 這些客戶的收入 是會有很大的影響在那裡 即是由七八月份開始 已經說澳門的博彩業 貴賓廳業務 開始有個放活 甚至倒退的情況在那裡 而這個倒退勢頭 有機會延續下去 而這個問題就大了 因為說很多澳門博彩公司 特別你見到營利能力增長 比較強勁的 譬如說去銀魚為例 增長動力原因就是 博彩業的VIP市場 復蘇勢頭明顯 EBIT特別在貴賓廳業務上 EBIT大率的復蘇增幅 是相對地比較大 所以導致盈利貢獻 是相對地比較多 現階段就反過來 就是180度改變 顯得股票市場做得差 都是維持看法下去 所以其實你看回德銀運報告上 說2019年受到禁煙 認可貴賓廳業務 我覺得就未必 或者說真的只有這個因素 實際上如果內地 特別之前說 有機會面對加息這些風險 2019年的經濟增長表現 是更加之悲觀的 因為之前說的 2018年 我想保住6.5%的GDP增長 應該不難的 但是2019年能不能夠保持 這個就是一個重大挑戰 而說一些貿易戰的影響 或者說通脹壓力的影響 在2019年那方面的負面因素 才會充分反映出來 所以真的不排除未來一年 澳門的貴賓廳業務 會出現一個再明顯的倒退情況 對於盈利方面 就有機會有一個影響 所以澳門豪賭股 今年沒錯 或者去到下半年 澳門的博彩業 都可能處於一個復甦狀態 但是2019年如果出現倒退 他們的股值 就真的有機會大幅收挑 所以現在不排除未來來說 大行都會大幅把豪賭板塊的股價 目標價大幅收挑 但是我看到野村也有提到 其實現在的賭股 比起三年前的風險回報是多吸引 所以現在這個負面的投資氣氛 反而是一個買入的機會 是不是可以人氣我去玩一個短炒短博 短炒真的不建議 因為市場的氣氛 現階段和豪賭股是很敏感的 其實你是短炒豪賭股 其實就是要博市放反彈 我覺得直博率不吸引 我不會建議這樣去做 但是對比之前那段時間 其實狀況應該不會太差 因為之前說的第一方面 現階段的貴賭廳都差 中場也未必太悲觀 而且很多新賭場 都處於一個落成了的階段 去到下年 連上部京都做了 其實很多六間博彩公司 基本上都沒有太多新的搞作 所以在現金流方面 或者經營狀況方面 又應該沒有之前那麼悲觀 因為之前的狀況就是 行業處於一個擴充階段 但是在擴充階段的同時 行業是縮緊的 會不會過分地過度擴充呢 之前市場會有個憂慮 擔心一些新賭場要很長的時期 才有個回報期在那裡 但是現階段來說 其實很多新賭場處於一個收成期 只是說增長速度沒有預期中那麼快 影響到股值 所以譬如以銀魚為例 現階段 在今年預測市盈率 15倍PE左右 但是下年有個倒退風險 股值的確有機會再向下收條 但是譬如如果跌多兩成左右 又落到10倍PE的話 那真的非常吸引 我就覺得可以去買 但是很老實這一刻 股值收條多少 我覺得一日未上50元這些位置之前 我都不建議去搏 繼續向下收條的機會都是大 真的落到40元這些位置 是沒有建議去考慮的 但是看到其實今天豪島股的表現 即是美高煤、金沙、銀魚都創新低 跌幅都有3%、4%、6% 其實如果有貨的話 應該怎樣部署呢 這些位置真的考慮止虧了 然後再低位才去買 我覺得還未遲 因為始終在這個市況氣氛下 暫時來說 豪島股都不宜佔守著 因為它的抗跌力不會見到 亦都在說股值上面 是有條件繼續向下收條 所以豪島板塊 其實雖然現階段這些位置止市是慢了 但是我覺得還未遲 我覺得可以考慮逐步逐步去減徹 或者如果你說不多貨 股做它算 後低地去買回 好啊 除了豪島股之外 剛才阿龍也提到 今天建材板塊其實都頗弱 因為看到法改委 就說 留意到水泥和建材 價格升了很多 計劃就加強價格調節的監管 其實這類的板塊 一向都是靠著價格 升了很多上來 現在正是計劃 都已經惹來市場的恐慌 看到馬鋼今天跌超過一成 安鋼都跌6% 其實是否真的會限價呢 不排除這個可能性 未必說是限價 有機會在未來 增加整體燃水泥 或者鋼鐵行業的整體供應量 令到價格下降 有這個可能性在 因為始終內地未來 怎樣去保住經濟增長 之前都說下半年都有信心 全年來講 都可能維持到6.5%的經濟增長 速度在 原因就是內地仍然會大搞基建 但是你說大搞基建 其實說需求 不是說會有急性的情況 只是說需求沒有進一步放緩等等 而如果你說有需求保持到 但是供應量都不讓你增加的話 真是說水泥價格或者鋼材價格 會繼續乾升 或者是繼續抽升上去 對於發展基建等等 始終成本高了 整體回報率低了 發展意欲低 內地要推動基建是相對比較困難的 而最重要就是 水泥價格升了那麼多 或者是鋼材價格升了那麼多 其實就某程度上 因為說是依賴2016年 下半年推出的供給則改革 而這個供給則改革 淘汰了很多很多的落後產能 化解了產能過程的問題 但是導致到這些鋼鐵公司 或者水泥公司 整體現役 毛利率或者股本匯報率 整體的盈利狀況 是處於一個十年來講 比海嘯前更加高的水平 所以說其實未來 要允許行業增加供應量 第一方面 可以有利經濟增長 第二方面就是 可以令到這些建築材料的價格 而這些鋼鐵公司 或者水泥公司 雖然利潤水平低了 但是又未至於盈利會出現一個倒退 又或者會令到就業損失的問題 其實我覺得大出發點 現階段內地 會不斷可能會犧牲那些企業的盈利增長 確保經濟增長速度 還有補上酒業 這兩個是大主題為主 所以說的是 鋼鐵股或者水泥股 很大機會成為一個犧牲者 但是股值是有機會水下收跳 但是基本面 其實仍然不算太差 因為其實你是說那些鋼菜價格 或者水泥價格 從高位調整兩成 其實我相信毛利率仍然是樂觀的 不會有很大的負面影響 只不過盈利能力沒有之前那麼高 但是收條到什麼位置 才叫做合理 譬如說鋼股為例 其實PB 落到0.8、0.9倍左右 不足夠 譬如以水泥股為例 市盈率落到10倍PE 也不是完全不可能 所以短線來說 我覺得這些是鋼材板塊 或者是水泥板塊 都有機會繼續估值向下收跳 譬如以鋼鋼為例 我覺得落到6元這些位置 是可以薄一薄的 海螺水泥也是 如果再收到10倍PE 跌到一成左右 可能是37元 38元左右這些位置 其實是可以開始考慮去薄一薄 好啊 我看到滙豐也說市場 其實對於限價的消息 是反應過度 然後看看水泥和建材的發展 然後也想跟Arnold說說另一個弱勢的方法 就是車股 因為看到中國城聯會發佈了8月的中國汽車數據 看到銷量是安年下降了7.4% 到176萬兩而已 其實都證明了車子好像越來越不能賣 其實他們的降價壓力 是不是都越來越大呢 甚至長城汽車之前都大幅減價 其實論整體汽車的銷量 去到這一刻 又不算差得很厲害 只是最大的問題 特別對於汽車股的影響就是SUV下跌這個因素 經常都說SUV的毛利相對地比較高 這10年來講 基本上四車行業都是不斷推出一些新型的SUV 賣資有個SUV戰備提升 公司的盈利前景就樂觀 都是這樣去看 但是現階段就是180度改變 就是說SUV的銷售已經有個倒退風險在 如果這一刻 你是說現階段才推出一些新型的SUV汽車等等 你不單止國內的品牌競爭壓力大 甚至你看這些進口品牌 都是以退SUV為主 所以SUV的市場 現階段已經看法是很不樂觀的 再加上說SUV行業的龍頭長城汽車大幅減價 在下半年 很多汽車的整體銷售表現是悲觀的 甚至說譬如說一隻藍醜吉利為例 其實今年本身公司有個計劃 就是跟外國福布的品牌 推出一些貴價的SUV等等 這個計劃其實近期都傳了消息 即是說可能受到貿易戰關稅等等的V神 影響他們的銷售 可能最終都是延期推出 所以會不會導致到甚至說下半年 特別是第四季 那些汽車銷售旺季的時候 達不到標 可能性是大 很多汽車公司現階段 即使說今年仍然有錢賺 2019年盈利倒退的風險 已經是十分之大的 所以你說股值上面 除了吉利之外 很多汽車股 已經落到十倍PE以下 意義不大 吉利現階段都落到十倍PE以下 9.9左右 其實你說因為未來來 隨時有機會盈利倒退 因為其實你小心留意 汽車平均價格減價 減價促銷固然 如果最終賣到出來 不是一件太壞的事 但問題是說減價促銷之外 可以留意說 就是經常講 鋼材價格上升很多 然後你看看熱摺卷板上面 一些主要的汽車鋼板上面 價格上升了很多 所以毛利率下跌的因素 其實可能有機會 在下半年 一個很顯著的下跌勢頭 出現都不出地 甚至說汽車做一單 做賣一架試一架 都有機會發生 所以你說汽車板塊 真是不易占手 這些位置即使股值 你見到是劈 其實我覺得仍然還有一個 很大的下調空間 我見到中金也有份報告 他就說內地九月頭 十天的零售銷量 其實已經比八月同期 是表現的弱點 不過他也有提到 其實可以留意一些豪華的品牌 因為他們的銷量增長 以及折扣表現都比較穩定 他就建議可以留意中升 中升是否值得留意呢 汽車分銷商會比做汽車增強商 基本面較為好 但是代不代表完全沒有事 我覺得都要小心一點 唯一的好處就是 譬如汽車分銷商 譬如以中升為例 現階段都是九倍市盈率 其實業務又暫時來說 未見到有個明顯的風險在 股價調整壓力會相對沒有那麼大 但是譬如說 如果看回中升 股價都跌穿了之前十五元這些低位的話 始終都要小心 繼續順勢向下調整 可能性其實都是大的 因為始終在說 現階段內地的消費行業 是消費轉弱 沒錯 豪華汽車可能一定有抗跌力 但是要留意即使包括豪華汽車在內 譬如一些進口汽車 從歐洲的進口汽車的關稅 正是調整了 整體的平均售價 是會有下跌的勢頭在 所以汽車分銷商 整體營利未來的營業額 都有機會藉著這些因素 而有所下調 有沒有機會可以進行 變成一個博利多銷 其實是難的 我相信銷量上 真的不會有太大的增長勢 甚至銷量倒退 都是一個風險 所以汽車分銷商 我相信很難會再次上回到一個 雙位數字 即是十多倍PE的股值上面 很大機會維持一個單位數字左右 所以這些位置 中升股值是叫做合理的 所以我覺得股價橫行機會比較大 但是你看到圖表上面 這些位置買直播率都是不吸引的 正如之前所說的 都是橫行的格局 可能橫行在18元至15元區間 雖然那天是中升 去到15博 15元這些位置少住 博反彈是OK的 但是去到這一刻 我都不建議做任何的補助 好啊 暫時在這個市況 最緊要留些錢更好 接著我們回答一下 Facebook的朋友仔問題 有位朋友仔想問880 他100元有貨價 是否以北民價清貨呢 880呢 今天都跌了6% 現在暫時佈在6.96 剛才都說了豪賭股 這隻是否要指示先呢 如果今天都收市期 5.7元這些水平指示算 因為其實奧博 始終最大的問題就是 今年來講升得比較多 年初至今 最高市的升了四成左右 現階段只是打回元益 論估值 它又不算是特別便宜的 而在中期業績上面 其實它的中期業績表現 一點都不差 但是問題就是整個版法 現階段估值向下收挑 高估值的股份 最喜歡被人炮手 所以你看回奧博 用上年份業績計 20倍PE 但其實即使今年中期份業績做得好 預測市盈率 都是15-16倍左右 不算是特別便宜的 所以都有個下調空間 所以如果你是8元有貨 如果今天都站不穩7元這些水平 我覺得至少算 好 接著就回答一下 WhatsApp的朋友仔問題 有位朋友仔想問2600 她想問她的走勢會怎樣呢 2600 中國旅以外 今天都可以升 升了1% 現在暫時放在3.13 這就怎樣看呢 因為有些消息 譬如俄女都比較受女 美國一些女業關稅等等 所以女價近期來說 整體走勢 又不算太過悲觀 而且內地的女庫存方面 整體而言的問題比較嚴重 所以未來內地會出一些政策 打壓女製品行業 機會又不大 但始終這些位置 我會建議以貫望為主 因為股價走勢其實不樂觀 可以留意 有境最終 有沒有機會突破三角形態 如果不跌穿3元這些水平 我覺得有貨的可以繼續炸絕 但不會建議反彈 不穿3元 繼續可以看有沒有機會出現反彈 但如果想反彈到接近3.4元這些水平 其實我都建議減遲 好啊 你的朋友可以先拿著 不用那麼怕 然後我朋友想問1299有幫 有貨在手間應的電報處 現在暫時 今天都可以升 有幫 升1% 現在暫時報在62.55 我看到有些新聞說 保險通就有些新進展 因為保監局昨天已經向內地 提出中港保險通的建議 其實如果方案過了 內地人就可以在內地直接買香港的保險 對於有幫來說 是不是一個好處 是有 如果是當然好處 但問題是否最終城市 特別是內地現階段 那麼擔心走資相關的因素 我覺得是難過不會抱這麼大的憧憬 有幫而且跌穿了環行區間 勢頭十分明顯 短線來說 市值60元的機會會相對跌比較大 所以你覺得現階段有幫建議 在這個部署策略上面 第一方面衡量自己 是不是有些中長線的投資心態 因為有幫去到這一刻 基本面是不差 然後長遠拿著 都有機會再上回之前 那些70元這些位置 但是你是很老實說 長遠 可能一年以上的時間 如果你在短線角度上面 看看跌穿了這個環行區間 其實下市60元的機會 是十分之大 只要有一刻看到 東南亞新興市場貨幣 再次出一個貶值勢頭的話 很短時間內跌60元 甚至穿賣 落到65元這些位置 即是落到55元這些位置 不是完全無可能 所以暫時的部署策略上面 即使有條件中長線炸主 如果穿60元 我都建議理性止蝕 甚至如果你本身打算做一些 短炒部署的話 這一刻其實我建議雇了它 好啊 即是中生製藥 今天都要跌1% 現在暫時報在8.84元 看到這些藥股都是弱的 那還買不買呢 不建議的 太多利淡因素了 而最重要就是 抹一抹七個股值相對地比較高 有很多的原因 令到股值可以向下手挑 而且你看圖表形態上面 中生製藥的圖表裡面 都看到下降通道 都挺完美的 我覺得比較大機會 繼續在這個下降通道 這樣反覆沉底 9元這些位置失手了 下降到8元的水平 機會會相對地比較大 甚至說 調整到7元這些水平 我覺得不是完全不可能 因為你下降到7元這些水平 其實股值都是30倍PE左右 不算特別貴 所以暫時來說 看法是比較負面 去搏 真的不建議 我相信醫藥股 只要市況氣氛仍然是差 股值向下收調 機會會相對地比較大 很大機會中生製藥 在納入藍籌之後 都是繼續拖低行指的主要成分股 最後我們再回答一條電郵股仔問題 想問他想賣7300 是否賣得過呢 反向ETF 今天都報在5.87元 其實都下降到26533 問題就是這些位置追顧 老實說 直播率是不吸引的 因為我覺得短線看淡目標 可能是跌倒跌穿26000點 可能下達到25800 這些位置左右 除非真的看到有明確的利淡因素 包括說 譬如未來公布出來 8月份的三頭拉車 數據內地的 社會零售 Constant我 進一步情況很差 很差 的 那你的股市可能真的落到25000这些位置 那这些位置追拨7300固然是吸引 所以这些位置7300做部署 ok的我都是看后市 但是可能做好心理准备两手准备 这些位置先追一追 如果市况夹到27000点这些位置 再去加注 这样两手准备去买 那就看到下去暂时来说建议 就看到跌穿26000点这些位置 先吃了户 但是如果你的情况最一步悲观 甚至说人民币连6.9这些位置都失手了的话 那你继续拿着就拿来对冲 或者直接看探 我觉得都ok的 好啊,谢谢安豪 你和我们分析了这么多值股份 亦都和你申报一下 有没有持有上述看的股份呢? 都没有持有的 好,谢谢 这些节目就差不多 转头回来会的其他直播节目再见